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裕向前衝 我是王志玉 这个礼拜我们有好多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 首先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看下一个礼拜的台股 到底的走势会如何呢 那么最近大家发现说这个盘面上 好多中小型的个股都复活了 特别是在电子股当中又该怎么挑怎么选呢 这都非常重要 还有今天我们特别帮大家制作的专题是 标股怎么挑 而且是政府报名牌 怎么会这样呢 原来是我们的证交所最近列管了好多股票 但是这些股票要标的尽管标 没有在管你 有没有把我关紧币的 是不是真的证交所来报名牌 那么到底这些被列管的股票还能不能碰呢 今天都要告诉大家 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今天帮大家邀请到的专家 首先第一位要介绍的是我们的资深分析师 谢培宇 培宇你好 思雨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还要介绍的是德信证券的分析师 林幸福 幸福哥你好 主持人各位官方朋友大家好 是还要再介绍的是 第一国际投顾的这个副总 许峰路 峰路哥你好 思雨好 各位穷穷先生大家好 是好 马上先来看一看到底下一个礼拜 如果我们要挑有题材的股票 要往哪个方向挑 好 首先呢 我们就帮大家来整理出来了下一个礼拜的重头戏 在电子股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来看到有双展发酵 哪双展呢 都是在电子股当中很重要的大展 第一个 但您看到是苹果的开发者大会 大家都期待说 这回库克会端出什么样的新菜色呢 会有什么样的新技术要发表呢 都牵动台股的供应链哦 被点到名的当然都有可能往上标 再来看到的就是我们台北的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当然每年在这个电脑展当中 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新技术 跟未来的新发展 所以呢 这就是下个礼拜的重头戏 好那么继续呢 我们就要带您看到了 在Computex当中哦 那么到底有哪些话题呢 会让台股来电 这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不过首先我们先来问问三位来宾哦 对于下个礼拜的股市哦 到底呢 这个台股的指数 你们是看好还是看坏 我们来举一下圈插牌 大家怎么看勒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大家好像这个意见又不太一样了 这个有人举闷的 为什么培云你看坏啊 其实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们看到说 这个台股在这个礼拜已经上了 这个9000 9022甚至已经上了9100点以上了 那因为这次就是电子股 做一个主攻动作 那我们待会就会讲到 这个Computex 跟WWDC 可能在下个礼拜这个大展在做一个开展的过程当中 或许就会有一些利多出镜的一个卖压会做一个出容动作 当然这个是一个正常现象 因为涨多了嘛 涨多自然就要做一个回挡动作 只是说在下个礼拜这个短期间之内 或许它就会有一些修正的卖压会出容一个动作 有卖压所以觉得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好 所以看坏 那这个我们的幸福哥呢 你是看好对不对 我是觉得其实在这边指数冲到9000之上 是选股越来越难 那我是觉得指数你在这边要再一下子冲个三五百一点 我想其实难度也高 我想重点在这里还是怎么样挑股票的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这两年自从这个证锁税开始 这个议题被提出来之后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成家量萎缩 那资金就是一直往这个对的产业跟个股一直跑 那这个资金不关爱 其实这个即便大盘冲到9000多 其实现在还是有在破底的股票 所以我认为挑到对的个股 可能即便这个指数在9000这边挣来挣去 可能还是会有超额的一个表现跟利润 个股很重要嘛 对不对 要提醒大家 待会幸福哥要帮大家来挑 那么我们的副总呢 副总你举中间是什么意思 我举中间是在整个指数的部分 其实这一波这样涨到这个位置之后 包括到了在摩台子结算 你看到台子需要结算 它其实并没有拉高结算 摩台结算它也没有拉高结算 但是你可以看到外资它其实在 台子期货的一个部位还是很多 可是如果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 后续要再往上走的一个动能的话 我认为指数相对会有限 比涨一拖二 而且你如果再看一下 整个台积电还有就是 整个外资在期货的部分 慢慢有做一些卖出的一个动作 所以下个礼拜 其实有个重要的事情是欧洲的ECB 它要进行所谓的利润决策会议 这个部分可能会造成短线上的一个 利多出境的一个感觉 所以指数是保守 可是6月份6月初 那马上要公布的是5月的营收 好学生它会先端出来 所以好的个股 其实在下个星期还会持续往上攻 所以其实一样 就是你要挑对个股很重要 所以马上来看 到底下个礼拜有哪一些有题材发酵 我们刚刚讲了双展要发酵了 先来看这个是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那么这回我们看到展出很多的东西 包括有云端技术 包括有行动运算 有智慧的穿戴 另外触控的应用 还有智能科技 可能都是这回的Computex当中要展出的重点 那请教一下丰路副总 我们看到了大家都在期待说这个电子股 希望它大复活 那么到底呢 在接下来这个电子股方面 我们要看哪一些的方向 我想今年以来电子股它部分里面 整个的一个题材都已经炒过一轮又一轮 那现阶段而言我们认为在整体的一个市场上最有共识的应该会在物联网部分 毕竟现在产业界的一个大佬张忠谋董事长他也说 物联网是一个big thing 这个一定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所以物联网相关的一个题材 这边要特别去做留意 另外来看到当然是马上要进进到就是暑假的一个旺季 那游戏族群我觉得最近有开始又在做一个加温 我觉得这个题材也可以开始慢慢做一个留意 那么当然在其中里面 这一次的一个Computex里面有个特别的论坛 是3D论坛 那大家可能去年在看整个3D的一个产业 大家都看不懂 所以股价真的那时候就是用喷的 像石威大总这些股票去年涨幅都是超过一倍以上的 可是今年你可以看到股价其实还是在相对高点的位置 而且看近期里面包括国际股市 美股里面像3D System等等的一个3D相关的股票 其实最近有开始底部往上做发动 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论坛的题材 再将未来3D电影真的会走入现实生活中 我觉得这个题材应该可以开始做一个留意 对 所以其实这个电子有很多的题材 那么一个一个我们都要好好带大家来聊 我们首先先来看看这一回呢 在Computex当中智慧穿戴这是很特别的一环 我们来看到了这一回呢很多大厂都要卡位智慧穿戴 而且特别跑到Computex里头来设摊 跟大家介绍它有什么样的应用 首先我们带您看一下联发科 联发科他第一次来参展 特别他就拿出了他的一些相关的穿戴装置的一些新应用 另外还包括像华硕啊像英特尔像博通像安眸 这回全部都来了 到底呢这个穿戴式装置接下来的机会点在哪 我们邀请一下裴鱼 裴鱼上来带我们看一下 在穿戴式装置方面 其实裴鱼帮我们挑了两档个股 可以来推荐给大家 对在穿戴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知道说整个穿戴装置 它其实在今年到明年 甚至到2020年之前 其实穿戴装置它的商机是非常大 而且成长幅度非常大 那我今天就带来两档相关的个股 第一档是什么 毅力3598的毅力 那大家都知道说毅力它原本 它是做所谓的这个面板驱动IC 那但是呢 它在这一季呢 开始这个切入所谓的这个触控的晶片 它出货给谁 它出货给东芝 做这个智慧手表的这个触控晶片 是头须把那个东芝 对头须把那个东芝 就是日商东芝 所以它已经开始成功去切入 所谓的这个触控晶片的部分 四月份就已经开始出货 所以我们看到说 它的这个四月份一周 看起来是相当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毅力的线图 那么带我们看一下 它四月份的营收很不错的话 那么到底呢 这个表现会是怎么样 对其实在毅力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说 这一波其实从大概55块 60块这个附近 在最近一个月里面 就已经涨到大概76块 这个最高点 大概接近76 所以其实它已经是这样子上去了 对这样子上去 但是呢 这个是其中一个题材而已 另外一个题材是什么 我们刚才讲到说 毅力它是什么 触控IC 这个驱动IC 面板驱动IC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苹果 它去买了日本的一家公司 叫瑞萨 它的子公司 它做驱动IC的 那我们知道 另外一家公司叫 F敦泰 它买了谁 买了需要 对 所以市场上其实 驱动IC的公司 已经不多了 就算毅力 或者是说 这个8016的细创 是 所以我们看到说 毅力这个地方 当然有一些公司 包括像这个美商的 这个新思 或者是台湾的 这个联勇 其实他们都在找说 并购的一个题材 那毅力 它就有所谓的 这个并购题材 所以为什么这一波 会这样子做一个 飙涨动作 所以如果说 投资朋友 趁着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并购题材的话 或许 毅力它就是一个 可以值得投资的一个标的 对 因为它具有双个题材 是 有这个双重的题材 反而更有机会 那另外一载挑的是 景硕 对 景硕在这个地方 当然 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地方 当然景硕 几乎每天都在创新 每天外资都出报告说 景硕是非常非常看好 当然景硕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切入所谓的这个穿戴装置 尤其是它拿到iWatch的订单 另外呢 它也拿到所谓的这个 指纹辨识的这个基板的这个订单 也是景硕所独家提供的 再来我们来看到 这个就厉害 五月份的营收 它渴望再创历史新高 对 基本上这个景硕 在四月份营收 已经表现得非常好 已经来到23亿 那目前看起来 整个第一季来讲 整个景硕的部分 应该会逐月做一个创新高的动作 那外资预估说 今年原本景硕大概赚8块多 对 那因为四月份营收太好 而且获利大概接近1块钱 所以已经调高 今年的整体的这个EPS 来到9块7 是 明年会赚10块7 那到了后年的部分 可能预估可以赚到13块以上 是 所以依照目前的本益比 现在这个景硕 这个礼拜相对的高点 大概在135到140块中间 对 如果你2016年的这个本益比 当然有点看太远了啦 只是说这个地方外资大概目标价 都看到大概150以上 的这个状况之下 尤其五月份营收 刚才这个封路 这个也有讲到 就是五月份营收公布的这个过程 如果仅说它是可以创新高的 当然股价上 应该还是会有做反应 而且外资是持续做一个大买动作 这个地方当然可以去做一个 外资搭轿的一个动作 对 好 这个我们就是用这个业绩的概念 帮大家挑 GEO的这个穿戴式装置的个股 那么继续呢 我们要请培育带我们挑的是 在半导体部分的穿戴题材 又有哪几档个股呢 对 其实穿戴的部分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一些 比如说基板的啦 或者是说这个触控的啦 当然半导体其实是穿戴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 那我们今天举了两档 第一档是2458的翼龙店 那翼龙店大家知道说 它是做这个触控的部分啦 但是其实在今年 它其实多了很多一个题材 包括说这个指纹辨识的这个晶片 它做一个切入动作 因为这个做触控 其实最近大家都知道触控不好做 是 比如说这个大陆的厂商 其实竞争都非常激烈 所以我们的台湾的厂商 当然都要做一些这个更新的一个动作 所以它做了这个所谓的 这个指纹辨识的晶片 而且呢 它也去抢工了智慧眼镜的IC的这一块 这一块它是出货给谁 日本的另外一家公司叫Sony 哦 对刚才我们讲的头绪吧 是 它这个翼龙的部分 做的是 对它是这个Sony的这个智慧眼信 我们知道说这个Google Glass 登上触控 对不对 对 那它就是有做这一块 你的那个是吗 那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所以翼龙店的部分 当然如果说它在第一季 其实它EPS已经赚到一块 来我们看一下它的线图 那最近的这个股价呢 是持续做一个整理动作 但是呢 如果说它这个出货在下半年 尤其说它在这个Computex上面 它会这个出现一些新的应用的话 当然股价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横盘整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如果再看外资的一个买卖超的一个部分 我们就发现说 外资在这个地方 其实之前有做一个买超动作 对 而且内资的部分也是一样 在做一个这个进场卡位动作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对翼龙店来讲 如果说未来有一个这个切入一个动作的话 当然对股价未来来讲 当初外资买的比较高 大概这个地方 所以有可能外资会拉一个 所谓的这个解套行情的状况之下 当然也有可能去这个挑战 所谓的前高的部分 是好 这个是有机会的 那么再来我们看另外一档 讲到的是细格 对 细格它是这个作为专业的这个RF 射频元件的一个封测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说最近的这个封测 其实非常夯 包括日月光啦 细频啊 几乎每一天都在创新高 但是呢 这个细格就比较特别 它几乎横盘半年都不动 但是我们看到它第一季财报非常好看 是 它第一季财报呢 EPS有0.65块 年增47% 对年增47% 而且我们跟大家讲 细格目前股价大概多少 32块多 那目前看起来 日月光最近股价大概38块多 是 你知道它第一季EPS多少 多少 才0.45块 哇 那相较之下细格比较有机会 那细频的部分呢 也才0.67块 比细格多2分 但是呢 这个细频的股价已经48块 是 那细频又是细 细格又是细品的子公司 是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 它会有一个补涨的一个行情 比价的一个行情 是 那它在这个礼拜 已经做一个突破动作的话 或许它就会去跟上 所谓的这个日月光 或细频的一个脚步 做一个这个上工的一个动作 是 好 非常谢谢佩玉 那么这个但我们看到了 这个刚提到的是在穿戴式装置的部分 不管是在半导体 亦或是整个穿戴概念部分 帮大家来挑股票 好 那继续我们要请到的是 新木哥 新木哥出来 帮我们来挑的股票 是我们来看到的 这回是物联网 哇 这个物联网最近真的好多人在谈 像我们听到张忠盟董事长就说 这个物联网是接下来很大的一个趋势 那你帮我们挑到这两档股票 原相跟钟磊 好的 其实这个穿戴式的装置 未来我想这个应该会是 说不定像手机一样 人手一个 不管是戴在这个眼镜 或者说手表 就是跑步 可以测量你的 例如说心跳 脉搏 甚至现在还有未来说开发出 好像连血糖都可以量 就是说不用 但现在还要用针去扎 我不知道这个技术 到底怎么开发 不过真的开发出来 这个对这个 如果说有每天要测血糖的患者 其实是蛮大的一个福音 那像原相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其实他过去也是这个属于 连家军旗下的一个 这个IC设计公司 那前几年其实这个股价 非常高的时候 其实都好像在两三百以上 可是呢 去年的一个表现是不太好 但是他从一二年开始 并购了这个国外一家 非常知名的公司 叫Avago的部分 他的一个研究团队 那么增加了一个 光感车IC的一个产品线 那什么叫光感车IC 我想剪一个最简单 我想现在大家如果 智慧型手机的话 你如果说呢 靠近你的耳朵在听的时候 那个荧幕是消失的 但是你一拿出来 我要看说到底谁打给我 他那个又会自动发展 他就是会去感测说 你是现在是接听的状况 还是你是现在在 读上面的资讯 因为如果说这样子的话 他可以帮他省电 你不用说就是那个 灯就一直亮着 那比较耗电一点 他做的是光感测IC 类似这样子 对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一个线图 对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他前面一段时间 也是整理相当长 那最近似乎开始 这个量能的部分 都有开始增加 然后都会大涨 都会涨上来 然后慢慢的就是 这个股价有开始往上走 怎么看就是出量的地方 就有一段 通常如果说 他是一个所谓价涨亮点 那当然有时候 他不是说每天都在涨 亮缩的时候做个拉回 像这个亮缩在这里 亮比较缩拉回 这都合理 但是股价你可以发现 他就是慢慢慢慢往上天 只要出量就是往上走 然后亮缩呢 就是稍微做一个拉回 所以这个部分 是可以留意一下的 可以留意 再来我们看另外一档是钟蕾 是的 那其实钟蕾是这家公司 这个算是传统的 这个网通大厂 那前两天其实公司 这个才刚刚开过法说会 那其实这个董事长的部分 对于未来整个的发展 其实是相当的乐观 对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股价 哇 现在感觉已经是出量上工了 试试看 对 一样 也是这两天 整个成交量开始出现明显的放量 因为前面一段时间 量是比较小的 量是比较小 那这两天放量之后 其实这个是第一天 开完那个法说 这个股价有一个明显的表态 那这个后来稍微做了一个整理 不过其实我们刚刚看了 这两档公司都是 他不是说最近已经涨了三成五成 都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平台整理 那我想如果说 未来整个穿戴室或物联网 它的一个商机能够明显的发展的话 那这些已经开始有领先布局 有做卡位的这些公司 我想原则上 以后的一个商机 就能逐步的一个受惠 是好 非常谢谢幸福 带我们看到就是在物联网的商机 好 那么继续呢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 就是最近很夯的话题 所有的万物要联网 物联网是未来的趋势 那你要联网速度要快 所以最近的4G就非常夯 我们要请一下风路副总 带我们来看看 最近的这个4G题材 大家都在讲红海 大家都在讲亚太 但是呢 其实要建构这个4G的 包括有很多的周边设备 其实应该机会很多吧 当然没有错 其实可以看到今年以来 整个光鲜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的一个厂商 他们基本上的营收其实都持续在创高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红海它的一个集团里面 也包括像台通 还有就是建汉 其实最近的股价也有跟着这样的消息 再往上走 可是我们持续去看里面 其实比较基础建设 第一个部分 我看两个 一个基础建设就看硬体 第二个就看软体 那硬体的部分里面 我觉得还是以光鲜最为 这边是最有成长性的 看光鲜 那龙头厂当然是 3450联均 可是它股价现在是100多块 而且它股价 然后它的营收 这两个月开始创历史新高 那它股价也来到了将近 将近这个波段的一个高点 所以我会建议 同样是做光鲜 但一样也是 那个营收在创历史新高 我们说五月要公布 即将公布五月营收 对 如果你的第一季很烂 那股价达到低点 那可是你四月五月的营收 又可以持续创历史新高的话 那这边就会有个机会 像华金光其实就是有这个机会 那如果看它的一个 股价位置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 它其实在这一波 还没有创新高 这个就是你有往上 比较的一个空间 而且它过去六个月 有四个月的那个营收 就创历史新高 那股价因为第一季的营收 它的毛利因为 整个竞争很激烈 所以它一个产品毛利下降 所以当然导致于 它第一季的一个基报不好看 可是营收在后面 这个营收会持续放大的话 那这边的话 就会有个补涨的空间 昨天供应跟涨停 今天量数在进行一个整理 那你就可以去注意到 后续是不是有机会 照往上走 好 这个是华金光 好 那么继续我们来看到 第二档是F安瑞 好 那这张公司也是一样 也是第一季报不好 对 那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品 就属于王安全的一个部分 那它最近的一个比较大题材 是因为它切入 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客户叫做 主要客户在美国 是属于一间 王安全的一个公司 中国移动跟华为 是它的客户 这是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那在美国的部分的话 它因为透过一间公司 打进到IBM的一个供应链 那最近它的股价 其实本来已经上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股价 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今年年初这一波 从28.35走一波到最高 到55.8 到55.8 这波非常强劲 为什么 投信非常买账 因为大家看好的是 未来这个王安全的部分 一定会变成一个选学 因为你未来包括到行动支付 网路上的一个交易 这安全很重要 它就是你的一个开网页的速度 流通的数量要很快 那都要透过它 那可是它这波为什么跌得这么快 跌到剩30块 从55块到跌到30块 因为第一季机包不好 那可是因为这是它的一个季节性的关系 它第二季开始大量的一个出货 就是在IBM的一个 的那个所谓的一个Data Center的部分 它会在亚洲会建置15个 网路安全 对 它这个Data Center里面 它会提供它相关网路安全的一个设备 所以它前两天股价开始往上走 可是这两天又因为一个消息 它真的好事多么 因为中国跟美国因为所谓的一个间谍关系 所以它又说 那我不要用你IBM的使服器 所以它这两天也有一点被打压的一个状况 可是我们知道营收的部分 它相关于IBM的出货 它并没有减缓 所以它一样要建 那在中国大陆 因为现在包括到华为还有中兴 这些都是它的客户 那最近的一个营收 其实在中国大陆 它占比重大概有接近六成 所以我们认为在这样子的利空催眠下 反而投资票就可以减一个便宜 有机会嘛 对不对 好 非常谢谢封副副总 但我们看到了这个 刚刚大家看到的 包括了在4G概念的部分 那么到底表现的如何 不过其实最近还有一个重头戏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双展嘛 另外一个展一定要看 苹果的开发者大会 我们来请教一下欣甫哥 这个苹果的开发者大会 这个苹概股真的是 现在已经开始要布局了吗 好的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说去观察这个美国 这个苹果的股价 其实已经有领先发动的一个味道 这个股价已经占上 这个六百块的一个美元 而且前一段时间 还连续好像七天都收红的 对 那这个其实也就是反映了 大家对于这一次 iPhone 6的一个引颈期盼 因为去年推的那个5C跟5S 好像有点掉漆的感觉 是 很掉漆 大家觉得说好像没有说 过去苹果那种 非常让人惊喜 惊艳那种感觉 那不过这一次6 不管是在尺寸 还是一些新的功能上 其实都让这市场的一个 不管是消费者 大家都好期待 对 特别是 大家都觉得说 现在这个 大家在上面玩手机 玩游戏 看一些东西 那个苹果以前打死都不出大支的 现在终于回行转移 要出这个4.7跟5.5的 我想会吸引蛮多的 这个所谓希望 这个荧幕放大的这个投资者 那当然其实主要 这个iPhone 6呢 交给这个鸿海来做个组装 那我想鸿海这档个股呢 我们可以发现 因为它毕竟是一档 非常大支的全职股 所以说呢 这个不涨停 但是涨不停 还不错 这可以持续做追踪 那另外同样是鸿海集团 旗下的这个软板的供应商 是这个4958的F真顶 前面一段时间呢 也曾经这个股价呢 有从七十几涨到九十几块 那我想后续如果说 整个iPhone 6的这个 拉或动能持续 这个坚强的话 我想对于这两大 鸿海家族里面的这个厂商来说 都会有一个一定的带动效果 是 好 非常谢谢幸福哥 带我们看到 这个是在苹果光的部分 到底大家怎么调呢 特别是鸿海 现在外资已经看上三位数了 好 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了 下一段回来 我们就要带您来看到的 证交所报名牌 那你信不信呢 证交所把这些 他心目中的标股 全部都关紧闭 但是他照掌不悟 到底证交所报的名牌 大家能不能碰 我们休息一下 慢慢回来